哈囉,我是各位觀眾,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閒, 前陣子我在摩鞋啾啾的頻道上面看到這個標題叫做《寶傑的進化》的影片。 其實我自己應該也算是一個寶傑粉,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寶傑哥到底是不是在亂唸台詞,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聲音的時間拉伸,也就是 Time Stretching 的技術。 你知道嗎,現在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不只可以聽到好和閒, 還可以聽到我跟檸檬卷一起做的最新節目,好檸檬 Podcast。 趕快到你最喜歡的 Podcast 平台上面訂閱好檸檬還有好和閒, 也不要忘記訂閱好檸檬的 YouTube 頻道喔, 我會把所有連結還有 RSSP 的網址都放在下面喔。 我們再來播放一次寶傑的進化的影片, 來仔細聽一下 2020 年的寶傑哥到底說了什麼。 當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影片,覺得它速度太快,你的頭腦跟不上的話, 你就可以用它內建的慢速播放功能,我們來用 0.25 倍的速率來播放看看。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YouTube 的播放器為什麼可以把聲音的速度放慢呢? 這個你習以為常的功能其實並沒有這麼簡單,要說明這個把聲音放慢或是把聲音拉長的難處啊, 我覺得用圖片來比喻的話會比較容易懂,你看我現在有一個肉丸子串的圖片,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肉丸子串拉長成原來的三倍的話,我應該怎麼做咧? 絕對不是打開圖片大小設定,然後直接把寬度變成三倍這麼簡單而已, 因為這樣子肉丸子的比例就不對了嘛,要能夠把這個肉丸子串拉長成三倍啊, 你必須要能夠辨識這個肉丸子串的特徵,然後把這個特徵複製三次,才能真正達到合理的拉長三倍的效果。 那在影像處理軟體裡面,我在這邊用的是 Affinity Photo, 我們可以使用那個圖章工具,來把左邊的肉丸子串複製到右邊去,來達成它拉長的效果。 那聲音的話也是一樣啦,假設你有一個聲波,然後你就只是單純的把這個聲波拉長的話, 像你聲波的每一個週期不就也跟著拉長了嗎?那週期全部拉長的意思就是音高會變低, 時間每拉長一倍,聲音就會低八度。 假設以剛才我們在YouTube用0.25倍播放的例子的話,那聲音就會低兩個八度,變成這樣子。 那要把速度放慢,但是又不想要改變音高的話,我們就需要電腦去做類似像剛才珍藏肉丸子串的事情, 就是要如何保留細部的細節不變,但是又可以拉長整體的時間。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數學問題,每種時間拉升的演算法又有點不一樣。 但是根據這篇論文,A Review of Time Scale of Modification of Music Signals 裡面的說明, 各種時間拉升演算法的基礎策略差不多就是以下這樣子。 首先你先拿原本的聲音去把它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通常每一小塊的長度差不多會介於50到100毫秒之間, 也就是說0.05 秒到0.1 秒之間。 然後我們把每一小塊叫做一個frame,要注意這邊切成一小塊一小塊,並不是一個接著一個這樣子切,而是每一塊之間是會重疊的。 例如說在這個圖裡面,第一小塊是從這邊切到這邊,第二小塊就是從這邊切到這邊,第三小塊是從這邊到這邊。 每一小塊都是從前面一塊的後面一點點開始切,所以每一塊跟前後的內容都是有很大部分的重疊的。 那在專業的術語裡面,我們把它切塊的時間間隔叫做Analysis Hop Size, 接下來你就是把切出來的一小塊一小塊,稍微分散一點點來排列。 例如說原本我們是間隔10毫秒切一塊好了,現在我們就改成每20毫秒播放一塊,這樣你就把整個聲音就拉長兩倍了嘛。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把每一塊自己的聲波單獨去拉長,所以音高就還是會維持原來的音高。 那我們就把播放切塊的時間間隔叫做Synthesis Hop Size,那當然你直接這樣一塊一塊接在一起,聲波連接的一定不會很順嘛。 所以每一個軟體都有自己獨特的把一塊一塊拼接在一起來重建聲波的演算法,來讓它連接起來順一點點。 所以以上這個就是時間拉長軟體的原理啦,那你有興趣去讀那個論文的話我會把連接放在下面。 那能夠達成時間拉長軟體非常非常多,像是剛才的YouTube網頁播放器就有了嘛。 那現代的編曲軟體幾乎每一個都有內建時間拉長的功能,那也有一些軟體是專門來做時間拉長的。 那這些軟體的效果都差不多嗎?還是有些特別強大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測試看各家軟體的時間拉長功能。 我今天挑選的參賽者總共有七個。 首先是網頁組的YouTube網頁播放器, 然後是自由軟體組的SOX、Rubberband,還有Pulse Extreme Sound Stretch。 最後是商業編曲軟體組的REASON、Logic Pro X,還有Ableton Live。 那今天的比賽方式很簡單,我會拿兩個材料,一個是保洁的開場台詞,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的蛋餅哥的其中一句。 我會用以上的七個軟體,用0.25倍的速度來播放,換句話說就是把長度拉長成原來的4倍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哪一個軟體產生出來的結果最好聽。 那你也可以拿一張紙一起來評分一下,影片結束之後到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你覺得哪個軟體最好聽喔。 首先第一個材料是保洁的關鍵時刻開場詞,原始的聲音聽起來像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會連續播放七個軟體,把他們放慢4倍的聲音, 我會在螢幕上顯示現在是哪個軟體,中間就不會再講話打擾你了,所以你可以仔細比較。 我會似乎一下! 觀看見平常! 未能輸到! mémos鳴! 毙ros! м用筒! You can't do this all,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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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我的蛋餅好朋友之歌的其中一句 這是原始的聲音 一樣接下來我要連續播放七個軟體放慢四倍的聲音 我中間不會再講話去打擾你 你要仔細比較看看然後幫他們打分數喔 放下都是蛋餅的好朋友 當下都是蛋餅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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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今天哪個軟體表現最好呢? 我自己聽完的感覺是 YouTube 的每一個Frame的切片的痕跡很明顯 那個快速出現的聲音啊 比如說鼓聲或是子音會有一個重複感 Sox 我覺得是全部當中表現最差的 它的切片感最明顯最不好聽 Rubberband 是超級滑順 完全沒有切片感 不過它唯一的缺點是它的鼓的力度跟低頻 似乎變弱了一點點 Talk 聽起來也很滑順 但比較有那種空間回音感 有點模糊模糊的 跟Rubberband比起來就是沒有那麼清晰 Reason 是全部軟體當中 唯一一個有特別針對人聲的時間拉聲演算法 除了處理氣音的時候 我覺得它比較尖銳之外 其他都聽起來很好 它的鼓開頭的力度很足 但是聲音拉長的地方 又有跟Rubberband類似的滑順感 但它也沒有低頻變弱的問題 Logic 的話也滿有切片感的 它的鼓聲跟子音也有重複的問題 我覺得品質大概介於YouTube跟Rubberband中間 Ableton Live 我是用Complex Pro這個演算法 它比Logic 聽起來更順一點點 但是沒有Rubberband或是Reason那麼好聽 整體而言我覺得 今天的七個時間拉聲軟體當中 表現最好的是Reason 然後第二名是自由軟體的Rubberband 再來是Ableton Live還有Logic 再來是Post Extreme Stretch 最後兩名是YouTube網頁版跟SOX 當然不同的原始材料也會造成不同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自己要做時間拉升的話 我覺得多裝幾個不同的軟體做測試 才能夠找到最適合你的材料的效果 以上就是今天的關於時間拉升的簡介課程 希望有讓你學到一些新的東西囉 然後你覺得哪個軟體表現最好咧 或是你還有知道時間拉升品質更好的其他軟體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喔 那在最後當然還是要感謝贊助這部影片的好和弦會員們 一生賢命音樂工作室 八度音創 韓南度 Crowstyle 還有Room2 Music 二管音樂 謝謝你們的贊助讓好和弦可以多活幾天喔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全力考慮跟我們好和弦的家庭要大包裝 或是加入我們的YouTube頻道會員 以實際行動支持好和弦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繼續享受 免費而且沒有廣告的音樂課喔 那今天就這樣啦 我是富里觀大維 謝謝收看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親大家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支持你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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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